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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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很奇怪 學生在校園中有些示威的活動 有些碰撞、衝突 接著由學校報警 要拉學生 這樣就變成一個很奇怪的做法 而是 學校報警 這件事不是一個天條 一定要看看發生甚麼事 因為學校是失誤的 沒有報警 當學校發生了事情 很強端 過去以前 沒有一個方法處理 而隱身有適當 適度的危險 大家也相信法制法 任何東西都拿出來 如果是沒有做錯事 我們不相信提供任何資料 會令到一些人會受害 之後提供資料 就是令電視更加清楚 處理學生的一些可能 被認為是違規的東西 校園是應該比外面更多的寬容 寬容一點是應該 但是寬容都沒有 寬容也是有問題的 年輕微入世微深的人 都有這個現象 很多時候都覺得 自己所要求的訴求未到的時候 又要再激烈一些 終歸大家會見到 我們去到那個位置過渡經驗的時候 就是一個大的社會犯罷 當我們慢慢去支持 一些很激烈的做法的時候 有某種程度來說 我們真的大了去一個不歸老 這個就不是一個做老師的人 做家長的人 那麼輕易應該採取的行動 當我們釐清了一個情況 也都不知道 他們會面對將來的後果的時候 我們很快樂地反應 就不支持他們 可能會令他們將來的困境更加嚴重